老百姓说的肺子 原因来说 比如说这个试诊咱们刚才说了 它属于一个变态反应性或者过敏性的疾变 然后有红斑呀 肾出啊 丘炮枕呀 迷烂呀等等这些的症状 它原因不清楚 那个肺子呢 它原因是很清楚的 就是比如说 主要是小孩或者是成人 他在夏季的时候 天气比较热 然后那个又湿度相对大 然后那个 你在这个汗孔打开的情况下 突然遇冷 它会发生一个汗孔的收缩 你那个汗液 咱们就是通常说被憋在那个汗管里面了 不能出去 然后憋的时间长 它又不停地分泌 最后把这汗管给撑破 撑破以后 汗液到了这个汗管的外面 它刺激周围的组织 发生那个红斑丘斩 这种刺激的骚痒啊 刺痒的这种感觉 这种就是肺子 那么肺子呢 就是咱们那个一般治疗 就是用一些那个实力水啊 什么火线蒸汽水啊 就可以 就可以